大家好,我是老周 欢迎收看老周新观察 今天我们来聊聊印度海军 印度海军最早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612年的东印度公司孟迈舰队 到今天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当然后来他被英国皇家海军收编 称为皇家印度舰队 在二战时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 在1939年9月二战爆发之前 皇家印度舰队才只有2000人 到了1945年8月二战结束的时候 已经发展到3万人 包括4艘护卫舰在内的将近200艘中小型舰队 1947年印度独立 印巴分制 印度封得了2000多人和20多艘舰艇 印度海军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 并逐渐发展壮大 到今天已经发展到总兵力5.8万人 那其中包括了5000人的海军航空兵 和2000人的海军陆战队 下辖四个地区司令部和两个舰队 海军总司令和空军陆军一样 是由总统兼任的 象征性的 并没有持权 真正海军的军事指挥权是在海军参谋长手里 印度海军的规模 现在拥有的舰艇多达155艘 这个规模在世界上位居第三 仅次于美国和中国 甚至超过了英国 英国不但是印度的宗主国 而且当年曾经是赫赫有名的海上霸主 可见今天的印度海军已经飞比寻常 在这155艘舰艇里面 包括一艘航母 11艘驱逐舰 19艘护卫舰 2艘船母登陆舰 5艘坦克登陆舰 等等等等 那么我们来仔细的盘点一下 印度海军的这些舰艇 一艘航母 就是维克拉玛蒂亚号 也被翻译成超日王号 原来苏联的戈尔什科夫号 但是这艘航母对印度来说 有点鸡铃 因为戈尔什科夫号是1988年就建成的 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的舰铃了 作为一艘军舰来说已经过了中年 但是到印度海军所里才不过是7年的时间 真正用起来可能也就4,5年的时间 因为中间的这个改建过程太漫长了 俄罗斯整整拖了9年 实实在在把印度坑了一把 而且航母上配备的舰战机 是米格29轻型战斗机 航程小载弹量小 又是采用滑越起飞 还不能够满载 所以它的战斗力是要大打折扣的 11艘驱逐舰里面 三艘加尔各大号是21世纪以后建造 7000吨的性能比较好 称得上是新锐 还有三艘德里级是90年代建造的 现在也还算正当年 但是另外五艘舰铃都已经超过了30年 已经是不如老年了 19艘护卫舰的情况 要比确认舰好 其中13艘是00后 21世纪以后才建造 但是呢 印度护卫舰呢 它比较作战任务 比较单一 主要是反潜 防空和反舰的能力相对薄弱一点 潜艇来说 印度现在有17艘潜艇 一艘是坚敌者号核动力导弹潜艇 我们知道核动力导弹潜艇 是一个国家海基核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真正的大国重型 但是坚敌者号的性能太弱了 排水量6000吨 只带两枚弹导弹 就是刷一下存在感了 真正的实战效应可能相当相当低 但是油总比没有好 在残灰潜艇里面 十艘击弱机已经是垂垂牢矣 不堪使用了 另外四艘 印度引进德国技术自行建造的209机 自从建造完了以后 就没有正常使用过 因为可能有各方面的原因 故障频繁 问题多多 等于是成了一堆废同乱铁 唯一能够派上用船的 就是两艘引进法国技术 生产的鱿鱼机 那么纵观整个印度海军 水面舰艇和潜艇都还算可以 两树登陆战能力也有 唯一欠缺的就是水雷战 那么对于印度海军目前的状况 它对下一步的建设 也有了很好的规划 水面舰艇将要建造一艘国产航 维克兰特号 现在已经下水 而且下水了三次 但是呢 后续进度非常直缓 现在还在进行设备组装 什么时候试航 什么时候建成服役 还是遥遥无期了 另外还要建四艘 加尔哥达 加尔哥达吉驱逐舰 和七艘护卫舰 预计这些舰艇都要在2030年完成 但是以印度一贯的这种 蜗牛式的速度来说 恐怕2030年完成 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但是不管怎么说 2030完不成 20352040总得完成 那么随着这一批舰艇加入 将使印度海军的水面舰艇 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潜艇方面呢 他正在要准备建造第二艘 坚敌者级的核动力导弹潜艇 还在建四艘 鱿鱼级常规潜艇 另外还有计划建造六艘 ATV级核动力攻击潜艇 当然这个计划 现在还只是在纸面上 没有真正通过 应该说这些后续发展 还是比较 有眼光 也是看得到发展的前景 印度海军下一步建设的重中之重 其实是海军航空兵 它的海军航空兵 目前总兵力5000人 有180架飞机 其中舰载机是37架固定翼 72架直升机 为了要将来双航母 所以它第一步是要强化建载机 但是米格29显然不能满足需要 所以印度开始研制国产的 双发重型建载机 当然以印度的技术 以印度的水平 以印度的速度 国产的这个建载机要完成 恐怕是要在很遥远的事情了 但是它有这个规划 另外呢 它同时还在大力加强 暗击航空兵 它提出了要确保 1000公里海域的控制权 东起马六甲海峡 西道亚丁湾 都要进行 全程的严密的监控 所以它会大力加强 远程侦察机 和反潜巡逻机的建设 应该来说 印度海军的现状 还算可以 要比现在的印度空军 和陆军的情况好得多 至少短板很少 就是一个水雷战能力 还欠缺一点 而且它的规划 思路非常清楚 相比之下 要比陆军和海军 高明许多 就以印度海军 现在的实力来说 在印度洋上 绝对是霸主 但是它的野心 并不满足于印度洋 而是想走向更远的蓝水 成为一支真正的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蓝水海军 好 关于印度海军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老周新观察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 有兴趣的话 欢迎您多多评论 转发 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